嘿是的 我喜得拉 1月10號 OTA 即時平衡更新 兩大強權驚奇少女跟若基 Nerf了 我分析一下我的看法 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 首先第一張天使的改動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有可能現在摧毀了 可能會派上他 或是拿來當娛樂在測試 不管怎麼樣 覺得他可以從牌面中飛出來這個設計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以前 貼死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手牌上 然後你的牌面上的卡被摧毀了 他沒辦法飛出來代替 那這個東西設計成這樣子 就是被摧毀後 手牌可以從手牌飛出來嘛 那這個設計以後 可以多一個死亡女神降費的飼料 或是摧毀流降費的飼料 就可以幫助那個 摧毀流加速運轉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 但是摧毀流三張張是核心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摧毀流沒有完整組件的朋友 會放上天使做一個替代 或許是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金霸王 蜘蛛人最大的反派之一 效果終於改了 每一張敵方卡牌移動到這邊的時候 會減二戰鬥的 以前是摧毀 然後效果很難用嘛 你們可以猜測看一下 那現在變成減攻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被移動的卡還是偏少 只有氣旋啊 只有萬磁王啊 或者是說你限制對方的鯊魚 或者是夜行者 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我相信未來他敢這樣設計 一定是想要做一種 把人移動的卡 還有那個北極星還有蜘蛛人 那都是一個 咦 這樣不就跟蜘蛛人變同夥了嗎 蜘蛛人拉過來的時候 自己也要降二攻 一起降攻的意思 這個設計還滿有意思的 而且甚至以前的場地 菲斯克塔原本是被移動到 那個菲斯卡區域的場地 會直接被摧毀 現在也是變成減攻擊力哦 不會被摧毀了 變成一個卡格子的戰術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攜帶未來大神開發 移動到金霸王這邊的牌組哦 震盪以前只能放中間交換兩個位置 現在變成另外兩個區域交換 怎麼說呢 你如果震盪在第一個區域 就是23交換 你放在第二個區域就是13交換 你放在第三個區域就是12場地交換 我覺得這張震盪會變成一張非常強的卡片 因為你可以 變成說你真的是可以控制場地的哦 他的能力就是兩隻手 真的就是在控制這個場地 我覺得這張卡會變成一張很強很強的控制牌 甚至配慰了大群大群聯動震盪 我覺得這是非常噁心的 因為以前震盪不出場的不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只能在中間嘛 只能真正還隨機交換 現在變成 哇 真的是你可以可控性 就變成一個 真的是場地管理大師啊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哦 驚奇少女士能武功變成士能士攻 哦發動條件從一張卡變兩張卡 這張卡絕對是打大的那個 從坎體值以外發動條件更嚴格了 相對的來做我覺得更怕萬吃王了 以前拉走以後可能還可以觸發中間那個區域 因為你會通常萬吃王都是拉驚奇少女到左邊跟右邊嘛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中間其實驚奇少女架的設計常常會有寵物費用 那現在變成說 嗯 競技少女只要怕 只要遇到萬吃王或是女巫師 跟小兆器 基本上就是一張 日能士攻的白板卡 然後 手上條件特別嚴格 那 我是覺得本來就該樂服了 因為這張卡真的是太超模了 等於一個 因為原本的手上條件太簡單了 一張士能卡等於價值場軍 呃 側邊左邊可以各拿五公就價值15公 那現在手上條件變嚴格 那變成只有14公 我覺得算是還可以接受嗎 沒有 我不能接受 因為這招是還蠻大刀的 我沒想到會這麼大刀啊 呃 不過沒辦法 因為經典隊長 真的是太超 驚奇少女也太超模了喔 在任何牌子都是配著驚奇少女 洛基士能五公 效果不變才怪 現在的洛基 呃 其實效果是沒有變 但是就是機制改了 他沒辦法跟收藏家做連動了喔 跟你交換手牌的時候 收藏家基本上不會加工了 我有稍微進去遊戲測試一下 那一樣 呃 他的文字有點看得不太懂 一樣啦 就是你假如說你有抽到六張牌 用洛基交換 你還是換到對手六張牌 我是覺得洛基這張本人 呃 沒有太 就是變成往新的流派發展而已 你甚至就是把收藏家換掉 然後不斷的進行抽牌卡 抽牌的組件配上去 或是說甚至是控制洛基 我覺得就已經非常的強了 所以 官方還是不願意動洛基 而且我剛剛測了兩場 我還贏了兩場呢 確實啦 洛基跟收藏家連動沒有這麼強 但是他可以跟其他牌連動啊 嗯 我覺得還是蠻有意思的喔 因為我是覺得說 洛基的最大問題就是他這個降一費 然後你大量的抽手牌 直接交換這個 殺傷力太噁心啦 那官方還是不願意動洛基 那我就不如就是把我的收藏家換成小飛機就好啦 然後一樣去滾這個降飛體系的東西 殲滅者喔 原本是可以丟死 把變化石頭丟過去 小於0嘛 小於那卡片 散鬥力小於0 原本是 常常會有一些殲滅者玩家 會變成跟帶玻璃做連動 直接無情的把對手卡滿 然後去賺小分 賺小分 不賺小分 甚至其實高端玩家也是 就是用帶玻璃去 然後提早Snap 我最好帶玻璃 我只要有殲滅者 然後就直接把你對方還塞滿 其實是非常噁心的操作 那官方就是緊接說 NERF只能變成複數的牌才能丟過去 我是覺得 這一刀對殲滅者來說還蠻嚴重的啦 因為殲滅者老實說 在這個環境已經沒有這麼強了 因為大牌煞的出現 因為卡伊拉的出現 我覺得殲滅者已經沒有這麼強了 那 我是覺得她這個是在上個版本動作 然後 跟新卡銜接的時候沒有去做好調效 那也沒有辦法 那就是殲滅者就長這樣 那還被砍了一個體質喔 確實是還蠻傷的 我是覺得殲滅者套牌子都還蠻強的 就是魔防率第一 那這樣改動以後 帶玻璃跟殲滅者的連鎖發動 然後或是說你也不能把 帶玻璃當連鎖 就是少了一個套路啦 基本上算是大大的奈福 殲滅者 賣外順戰 千變萬化 一方奈福一方強 那這樣子蠻有趣的啊 整體來說其實 環境早就已經在這個 這個版本環境早就已經變了 已經是斯卡薩或是薩諾斯的版本了 卻是動 像是上個版本的產物 還是蠻有意思的 啊沒有啦 其實都還蠻強的 那這次動了的話 應該會 出場率會大大降低喔 但是愛好者還是可以使用 專精度玩家很高的玩家 還可以使用 其實洛基也是 但我相信現在 變成斯 薩諾斯在偷偷笑 因為我覺得薩諾斯卡薩或是什麼 薩諾斯 只要是薩諾斯的體系 就是非常噁心的 就是一張卡伊拉的誕生 然後胖胖的誕生 所以讓這個薩諾斯的體系 變得非常強 好 這個是本次的1月10號 OTA即時更新 再過幾天 再看看環境變得怎麼樣吧 我是喜利喜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